桥委会副委员长田秋景 在热烈的掌声中抵达会场 桥委会所举办的2016年 海外华裔青年语文研习班 经过围棋一个月的课程 来自21个国家 165位海外青年 终于圆满结业 田副委员长对于大家不远千里 回到台湾学习华语和体验文化 感到相当欣慰 真的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我们一起上课 那在淡江大学这么棒的环境 那最重要的是我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华文 这个不但是 大家所学习的这个华文 不但是传承了中华文化 而且大家在台湾 在中华民国我们所学到的是 正体字的华文 那正体字的华文 我觉得它事实上 是传承了一个非常重要 是属于人类 非常重要的文化资产 每一张笑得开怀的脸孔 每一组队伍认真上课的模样 历历在目 为了加速海外华裔青年的 学习效率 华语教师特别设计 交唱华语流行歌曲增强记忆 文化参访大家走遍各风景名胜 回顾点点滴滴 海外青年们欢呼声不断 学员代表上台致辞 感谢乔委会办理这样的活动 能让从小在海外生长的乔介子弟 更加认识台湾 淡江大学也由成人教育部 执行长吴景全 说明课程安排 希望让所有学员 在寓教娱乐中留下难忘回忆 我想各位在这六桌里面 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之下 应当学了不少更深入的华语 包括文字 那也学了传统的记忆 包括扯林啊 书法等等 我相信各位 应当有很多的好收获 接着田副委员长颁发 学业优异奖和学业进步奖 给优秀学员 各组欢呼尖叫声不断 显露出这群侨胞子弟 培养出的深厚感情 最后学员代表们 也上台进行成果演出 节夜典礼在温馨活泼的气氛中落幕 台湾宏观电视 陈连文中间刚台北 采访报道等